大家好,今天来自制滴鸡精 如果你喝过自制滴鸡精 相信你不会再出去外面买滴鸡精 因为自制滴鸡精原汁原味 非常之纯正天然 而且做法非常容易 想知道怎么做就继续看下去 在看影片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潮妈教主这个频道 和开启小铃铛 以后有芯片就不会错过了 材料只需要鸡 有些人会用带皮和骨骨的鸡件 但我选择用去皮的鸡胸肉 首先将鸡胸洗净 再剪走骨头 鸡胸就这样放进去就太大块了 所以我们要把它剪或者切小块 我选择用去皮鸡胸 而不用大皮和骨骨的鸡件 其实有两个原因的 第一 用去皮的鸡胸肉做出来的鸡精 几乎是没有油的 所以不需要做多步 割走油 第二 炖完的鸡胸肉 不需要经过繁复的处理 都可以立刻用 可以稍微撕碎少少 就用来做其他料理 例如鸡丝喂面 鸡胸肉 冬菇鸡丝粥 还有这个碗仔翅 说完为什么要用这个鸡胸肉之后 我们就继续剪这个鸡胸肉 越剪得小块就越好 剪完了之后 我们就准备一个炖钟 然后就把一个小碗仔 倒转 放入炖钟里面 再把鸡胸肉放在里面 炖钟和炖钟中间有些空位 都要放满鸡肉 因为我的炖钟比较小 所以其实我只可以放到 差不多一块半的鸡胸肉 然后就加水炖 然后就加水炖 用一个压力锅大火炖 当去到第二条压力线的时候 转小火炖30分钟 然后就可以三火炖解压 如果是用一般的锅 可以用小火炖 隔水炖2个小时 因为我的炖钟比较小 所以炖的时候 有些鸡精可能会写出来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我建议大家用一个大一点的炖钟 然后我们就夹起鸡肉 夹起鸡肉 夹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动到小碗仔 炖煮的过程 可以令到鸡的蛋白质分解成小分子 鸡的精华 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 滴鸡精有滋补强身 增强体力 调节机能 提振精神 促进食欲的功效 所以滴鸡精很适合体质虚弱的人士 产后妇女 还有工作很辛劳的人士去饮用 但是也有些人不适合喝滴鸡精 就是以下这些人士 把所有鸡肉夹起之后 我们就慢慢拿起碗仔 要小心点热 如果觉得太热的话 可以放冻一点点才拿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锡 捻一捻走杂质 这碗就是我们自制的滴鸡精 不要看颜色好像这么淡 其实味道非常浓郁 非常好喝 炖完之后就剩下鸡胸肉 虽然这些鸡胸肉比较硬 但是其实都可以拿它来做料理 这次我就会用它来做青咖喱鸡 一点都不会浪费的 最近天气开始转凉了 大家不妨可以试下自制滴鸡精 补一补身体 增加抵抗力 之后天气更加冷的时候 就不用那么怕冷 不用那么怕会伤风感冒 喜欢这段影片的话 欢迎大家按赞留言和分享 请不吝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